今天北海岸的热林学习中心 从巴黎淡水万里 全部都聚集在三只国小热林中心 要来进行半天的研习课程 要活到老 学到老 法令规定长辈年满75岁之后 若要继续驾驶上路 则需每年重新考照 为了要让长辈们 有正确的交通安全概念 今天北海岸的热林学习中心 从巴黎淡水到万里 全都聚集在三只国小里 要来进行半天的研习课程 活到老 学到老 与时俱进不落后 离开学这么久 回到学校 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真的蛮特别的感觉 所以会很珍惜当学生的时光 心情要愉快 然后给空 怎样子愉快 很重要一点的是要怎么样 持续学习 三只国小校长表示 长辈们重求学阶段毕业后 就一直为照顾家庭出外打拼 少有再回到学校的机会 今天趁着这个研习正好在唤起 长辈们求学阶段的回忆 再度坐在课桌以学习 另外也希望长辈们可以将今天的知识 都学起来 安全的用路与驾驶 交到安全就是让老人知道用路前的重要 然后知道是怎么样子走 然后怎么样子闪大车 那么怎样子过红绿灯 性别平等的话 我们就是讲说尊重 最重要是在讲尊重 男女的尊重 然后男女的差别 然后这个性别平等 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这个性别平等 就是因为我们要让大家聊老人家说 男生跟女生的刻板印象 是怎么样子形成的 不仅是交通安全研习 还有两性平等的观念 也要介绍给长辈 到了子孙满堂的年纪 希望可以让老人家认识男孩女孩 虽然有性别上的差异 不过还是一样都好的概念 让英法族有了交通安全 及性别平等的意识 做个知识丰富的快乐长辈 记者浪平和三只采访报道